看看新闻网 还有三天呢就是除夕夜了啊 已经被我们关注了有大半年的 马年的央视春晚呢 也马上就要掀起这个神秘的盖头了 我们要说这个冯小刚导演啊 准备了这么久的春晚 到底是长了什么模样呢 那些传说中的大牌明星都到齐了吗 我是谁不重要 都是千年的狐狸 你跟我玩什么聊战呀 造型百变 角色刻意 蔡明算得上是央视春晚绝对盯子户了 不过去年麻辣大妈这一句话 可让大伙乐了一整年 又到了一年新春 不过蔡大妈却不准备停下 要依赖到底 今年是唯一的一次 重复角色的 这是被我的作者老鬼说服了 说因为那个角色是 太受人喜欢了 角色不骗 不过搭档却是个个都是新面孔 主持人出身的华尚 这次就要和蔡明同台比比谁更辣 就像我像那些老母鸡肉的 带着一堆小鸡 小鸡仔 你回头还少一个 又不是去哪 还得找去 看着蔡明菜大妈这么提携后辈 估计新人们心里也坦坦的 不过人生地不熟的韩国明星李敏浩 会不会有点紧张呢 1月26号 刚乘飞机抵达北京 今天就赶紧来到央视一号演播厅 带着墨镜伪京大一 这标准的李敏浩三件套来春晚彩排的 而同样要在除夕夜里载歌载舞的陈慧玲 今天也加入了彩排 加了一些对手 就是梁家辉 我会第一次跟他在舞台上演戏歌舞都有 现在凡是跟春晚沾边的大排们都躲不过媒体的围堵 陈慧也不例外 4点50分 从美国刚刚下飞机 那怎么会有消息说你要上春晚 是吗 没有没有 大哥您的节目明明被映在了之前的春晚节目单上 怎么又说没有呢 因为好像有节目单说你要演那个跟武术有关的一个 是吗 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知道会跟你说 嘴上不说这笑容怎么这么有深意呢 虽然这能参加春晚的都是绝对的大排 不过冯导这倔皮气可没给留面子 有消息说已经连续多年主持春晚的毕福建 彩排过程中常被忌对 经常没事张国立就拿着我来开涮一把 我这行你涮就涮吧 那只要老百姓高兴就可以 这话说的毕老爷是在恶心自己成全别人吗 不过这边这位的节目就有点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意思了 杨丽萍的外甥女小彩奇就被设计站在今年春晚副舞台上 与春晚同步开始 在舞台现场打出光影的效果下不停旋转直到春晚结束 看着效果确实不错 不过让一个13岁的小姑娘不停地转上四个小时 疯到你也太狠了吧 戏开始一开幕你就在转 对对 一直转到 转到结束 春夏秋冬两个小时 不晕吗 呃不晕 不过这话说回来能在除夕晚上在全国观众面前露个脸 这点苦又算什么呢 不过有的人苦也吃了半张脸都看不到 春晚新贵开心麻花今年不仅一直被冯岛看好 而且本山老师还亲自传授记忆 眼看着就要打工告成了 这几天却有消息说 因为笑料太少被零食拿下 郭东林牛力少风的小品人道理道则意外复活 确定亮相马年春晚 风倒着林郑幻将可是兵家大忌呀 这是特别简单 歌好听 小品你看着觉得特别乐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但是非常难 宁歌少 宁缺乌览 难怪这今年的春晚语言类节目都被宁缺乌览的差不多了 这树果仅存的五六个相声小品可真是不能再少了呀 小刚这个思想就说 运缺乌览 就是你不好看还不如没有 但是我觉得春晚还是快乐多一些 你用其他节目去补偿的现在也来不及 虽然这春晚大餐还没上桌 不过看着大牌的菜色和冯岛这股子认真酱 估计今年的除夕夜是差不了了 行了再见 综合报道